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然会使床上的物品有杂质产生 影响我们的正常休息 所以搬新家的时候要重新购买 新枕头到新家里面使用 第二不能带的就是毛龙玩具 毛龙玩具玩了一段时间之后 上面就会沾上各种的灰尘污渍 而且还有满虫细菌 而且毛龙玩具也没有那么容易清洗 里面的材质如何一般人也没有很了解 所以毛龙玩具玩久之后 如果搬新家了 能不带就尽量不要带 旧的脏的毛龙玩具给孩子玩 只会影响健康 小孩子的免疫力本来就比较差 玩这些毛龙玩具更容易生病 第三不能带的就是毛巾 毛巾其实用上几个月就可以更换了 而且毛巾如果使用不当 很容易出现破洞 上面的各种细菌污渍满虫 用这样的毛巾来洗脸 很容易皮肤过敏 所以毛巾如果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就要及时更换掉 如果搬了新家就不要把这些旧毛巾给带过去了 其实非常不卫生 第四不能带的就是胶水 胶水是我们最为常见的一种装修材料 里面含有尿素甲醛等 而且甲醛的成分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搬新家的时候 请不要将胶水带过去了 第五不能带的就是窗帘 一般来说窗帘设计都是按照房间的设计来的 有的家庭搬家的时候看着旧窗帘还不错 就想剪下来一起带走 其实旧的窗帘不一定和我们新房间尺寸设计相搭配 可能带走用处也不大 而且旧的窗帘上面有很多的灰尘跟屋渍 如果带去新家的话影响非常不好 看完视频 现在大家知道哪些旧东西不能带进新家了 一定要注意了 喜欢的话可以把转发分享出去这样帮很多人 我每天都有什么的声响吗 找我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